张嘉妮穿的红色羽毛礼服裙,目前售价在万元左右,关小彤一身高定红裙亮相,作为某高奢珠宝品牌代言人,项链耳环全来自该品牌,左右两边耳环总价约12万,杨幂当晚所带的珠宝耳环与关小彤的饰品是同品牌同系列,价格也相当。 2021年初,吴奇隆公司上市,市值高达75亿,而赵丽颖持股1%,价值高达5000万,短短几年,翻了500倍,真的赚翻了,不仅如此,还送了刘诗诗20%的公司股份。 20岁,六灯春晚,看20岁的王元如何面对长大后的自己。 2019年,王元做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,赴海外学习音乐,不断尝试做自己的船长。 2017年,王元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开始个人演艺事业的多元尝试。 同年,王元成立员工艺专项基金,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,贾玲导演处女作《实力碾压》陈思成。 要说今年质量最高,评分最高的电影《非你好,李幻英》莫属了。 你好,李幻英是我2020年到现在,看到过的最好的一部电影。 这个小品一开始,是年迈的李幻英,追着贾玲跑,忽然间传来刺耳的车祸撞击声,李幻英被撞死了。 现实中的贾玲妈妈是意外去世的,去世时只有48岁,还没有到老年。 贾玲的这部《你好,李幻英》其实是真的非常成功,里面有好多东西,相信大家都亲身体验过。 在这里,我还是不详细说其中的内容,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走进电影院,去看看这部《你好,李幻英》。 在这里,如果大家开始打掌需要一切时间,当面想看,网州你们跟我一起续绛感 council Leg pen understand, 我们就可以看下宣布 hicaddileri考 preocupさん和我们俩命中的地段都酒店否划 months来irt分三分时间的人。